在面对中信金的威胁 未来台信金有两条路可以选 要嘛就是加价拉高换股比例 但另外一个做法 如果中信金拿下了一定股权 不排除台信金可能会让股东临时会 技术性流会 就是不让中信金以大股东的身份 进行表决要以拖待变 但这做法也有风险 一旦时间拉长 就会给中信金更多时间 继续吞下新光金股权 但台信金又愿意提高换股比吗 的确是有这个可能会调整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 再做适当的调整的 总经理首度松口不排除加价 拿下新光金 但要是价格不如中信金 小股东恐怕还是会跑票 台信金再提往事 强调两年前就跟金管会提敌意并购 架购跟现在的中信金如出一车 却被金管会拒绝 如果以上同标准 这回金管会也不该统一 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要受到优先的尊重 那如果我们容忍在最后阶段 突然又跑出一个敌意并购来进行干扰 甚至到导致这个破局 那台湾未来可能就完全没有合一并购的空间了 以后的市场就只剩下敌意并购一途 不管是合一的并购或者是非合一并购 我们的法制都是晚辈的 那对于金融机构的相关的申请 我们都是一视同仁 金管会强调依法行政 但台信金搬出中信金黑历史 认为过去几次并购都有争议 甚至打诉讼 对于大股东适格性有疑虑 双方继续隔空交火 毕竟这场金控抢亲大战 最终还得要金管会点头才能算数 尽心为了重复不到